看看新闻网 然后现在开始可能 我也开始接拍一些 电影方面的一些工作 我想可能比较大动作的一些 可能要真的等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我才敢接 今年六月郑熙怡专程到泰国 为好姐妹应彩儿庆祝生日 起料生日会现场 郑熙怡在游泳池旁不慎失足 从三层楼高的山坡上 跌落下来严重受伤 一时间内让粉丝们揪心不已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因意外坠楼不幸受伤后 郑熙怡的男友不仅对她细心照料 还向她动情求婚 难怪同在现场的应彩儿 都调侃好姐妹是故意跳楼 以此来逼婚 我觉得这次跟Yumiko 就是经历生死以后 就是生死之交嘛 那她的男朋友 又因为这件事情而求婚 所以我就怀疑 她是不是故意跳楼逼婚 对 可能就是她太想接了 然后就趁我生日的时候 送给我一个这么好的礼物 就是跳楼 而说起坠楼事件也让应彩儿 无辜中枪 好友坠楼后 应彩儿发布的一则生日愿望 实现的微薄 本是希望好姐妹正希宜 平安度过危险期 却被好事者们以讹传讹地 传为了怀孕了 性格豪爽的应彩儿 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 活动当天 当谈及生育小小圈的问题时 应彩儿更是当即放下狠话 请问是我要生 想起你要生 对啊 是我生 又不是你生 你问那么多干嘛 这我控制不了的 不要再问了 再问我要翻脸了 新鲁大线 中复报道 再鳍 因为 谢谢大家